这个叫伊莱的小正太得了一种怪病 只要是一接触空气 就会面临生命的危险 他爹妈带着他中医西医看了个遍 但情况依然没有任何的改善 家里边为了给他看病 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继续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禁闭难通 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伊莱的爹妈便访名医 终于找到了一家自称能治好伊莱病的医院 事不宜迟 夫妻俩开车带着儿子前往医院就诊 因为是长途 三人在一家旅馆还住了一晚上 由于伊莱穿了一件盖板的宇航服 还被附近的小混混们嘲笑了一番 而且还有人拿鞭炮吓唬他 伊莱一个没留神就把宇航服给弄破了 空气进入之后 伊莱的皮肤马上就起了反应了 幸亏他爹妈及时用胶布给粘住了 经过长途跋涉 三人终于来到了一个阴森恐怖的医院 说他阴森恐怖 是因为他看上去根本就不像一个医院 首先是伊莱经过严格的消毒之后进入到了医院 主治女医生和两名护士生在等着他呢 紧接着伊莱的爹妈也跟着进来 女医生说针对伊莱的治疗分三个阶段 这种治疗叫病毒基因疗法 由于伊莱的免疫系统产生了太多的坏的贬义球蛋白 因此需要一个编码的病毒来修正 伊莱经历了太多的治疗了 跟各种各样的医生打不交道 但至今还没有一个靠谱 因此他对女医生也产生了质疑 女医生说自己研究免疫学已经25年了 曾经治疗过不少的病人 伊莱问女医生那些病人是否都被他治好了 女医生微笑着顾左右而沿他 把这个问题给划过去了 伊莱自打进入这个医院 一些诡异的现象便开始出现了 由于医院内部的一些区域已经被彻底清洁过了 因此伊莱可以不用再穿那件笨重的宇航服了 他已经记不清上一次起早是什么时间了 他只希望自己能尽快成为一个正常人 睡到后半夜 伊莱被一阵奇怪的声音给搅和醒了 他来到窗前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吓得他只好来到了父母的房间 第二天一早 伊莱把自己见到的情况告诉了女医生 女医生认为肯定是伊莱做的噩梦 因为她服用的免疫压制药物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比如幻觉什么的都属于正常现象 第一次的治疗开始了 伊莱发现这里的数前准备工作跟其他医院的不太一样 最让伊莱不理解的是 医生居然把他固定在床上 虽然女医生跟他讲解了治疗的原理 但伊莱还是相当的紧张 因此手术做完之后伊莱就做了一个噩梦 从噩梦中醒来之后 伊莱看到一个小姐姐正出那招手了 她来到楼下一个有落地窗的房间 跟小姐姐见了面了 这个叫海莉的小姐姐 似乎对伊莱的病情非常了解 并且还给伊莱表演了一个小魔术 从来就没有朋友的伊莱 希望能成为海莉的好朋友 但海莉却说这个医院乖乖的 还说女医生整天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在搞什么貌异 她可不敢进去 海莉走了之后 伊莱在返回卧室的途中 突然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虽然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老爸 但他老爸根本就不信 而且还严厉地批评了她一顿 跟他老爸冷弱冰霜的态度比起来 伊莱的老妈的态度就缓和了很多了 这个年纪的孩子大多都是吃软不吃硬 在他老妈的抚慰下 伊莱老老实实地把书业管给插了回去 对于一个魔术爱好者来说 伊莱很想知道海莉是怎么用意念燃烧的书枝 当她正看书的时候 从龟子的方向突然传来奇怪的动静 随着柜门的打开 伊莱从镜子里看到窗帘 后面似乎藏了一个人 但奇怪的是伊莱看不到这个人的脚 当他打开窗帘 这个人居然有神奇般的消失了 伊莱觉得这屋子里肯定是闹鬼啊 于是他对着窗户哈气 然后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玻璃上 想着跟鬼随便聊两句 但这鬼似乎不太领情 在伊莱的名字后面又加了一个字母 瞬间这伊莱就变成了谎言了 然后这些鬼开始吓唬伊莱 听到伊莱尖叫声的爹妈急忙冲进了房间 见到他们的儿子正在地板上手跑脚蹬 明显是被吓得不轻 女医生说这是药物的作用 在治疗的第二阶段 伊莱的病情还会继续恶化 但坚持就是生理 所以绝不能因为心疼而强攻进气 伊莱的第二阶段治疗开始了 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病啊 在夫妻感情方面似乎也出现了问题 第二阶段的治疗 看上去似乎比第一阶段的工程量要大得多啊 与其说这是一个手术 不如说是一场酷刑啊 晚上那些鬼又出来闹腾 把伊莱的魂都吓飞了 她从柜子里钻出来之后啊 闻讯而来的女医生和伊莱的爹八 看到此情此情都吓了一跳 虽然伊莱反复的说自己活见鬼了 但这三个成见人没有一个人相信 到了晚上海莉再次出现了 伊莱说这个医院比闹鬼啊 海莉说没错 在你之前来这儿治疗的一个叫佩里的小孩 也说这里闹鬼 不过她在进行第三阶段治疗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伊莱一听可吓得不轻了 于是决定离开这个医院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伊莱突然听到门外边有动静 她刚来到郭道场 那些鬼又开始跟她捣乱了 死了活了 试图把她给弄出医院 幸亏女医生及时出现 把伊莱给救了 此时的伊莱对女医生已经完全不信任 她觉得所有人都在欺骗她 女医生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前两个阶段的治疗效果非常不理想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最后一个阶段的治疗了 在老妈的安抚下 伊莱顺从的吃下了安眠药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她无意中看到了那些刻在柜门上的字 倒过来看 那些字全变成了阿拉伯数字三号七 等老妈走了之后 伊莱吐出了那颗药丸 而与此同时 女医生烧掉了伊莱的防护服 傍晚时分 海力再次来找伊莱 伊莱觉得那些鬼似乎不是来害她 而那个阿拉伯数字三一七 更像是门的密码 或许真相就在那道门的后面 到了后半夜 趁着所有人睡着之后 伊莱来到了女医生的办公室 在文件柜里 她找到了之前几个孩子的病例档案 从病例上可以看出 这几个孩子都在第三个治疗阶段死掉 虽然已经是夜半三更了 但伊莱的父母并没有睡着 这个医院是伊莱的老爸找到的 他跟自己的老婆隐瞒了一些真相 当初他说伊莱的病一定能治好 但目前的情况是 伊莱很可能在最后的治疗处死掉 伊莱的老妈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气得是浑身发抖 怒斥老公为什么要欺骗她 她认为自己的老公 就是故意把儿子往死路上送 于是决定连夜离开医院 两口子的吵闹声 很快就把女医生给惊醒了 女医生提醒伊莱的老妈 不要意气用事 除了他这儿 再没有别的地方能解决伊莱的问题了 伊莱看完其他孩子的病例档案之后 急忙跑出女医生的办公室 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老爸 他老爸似乎有难言之隐 在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之后 突然给伊莱打了一支麻醉药 随后女医生和两名护士出现 无论伊莱说什么 她的父母一直是无动于衷 她挣脱之后 跑到了女医生的办公室 想证明自己所说的话 但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被女医生给清理了 伊莱认为女医生是在拿那些小孩做实验 她也将会跟那些孩子一样 落到一个悲惨的下场 在女医生护士和父母的逼迫下 伊莱跑进了女医生的房间 她在女医生的柜子上面看到了一张合影 其中的三个修女正是女医生和那两个护士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无意中在柜子的后面发现了一个秘识 伊莱顺着楼梯下到地下室 看到了一些宗教的器物 就在她大惑不解的时候 赶来的女医生和父母把铁门给锁上了 无论她怎么哀求 这三位始终是无动于衷了 伊莱本以为自己要犯病 但奇怪的是 很快她就恢复了正常 她不仅能顺畅的呼吸 而且脸上也没有再触控针 这时候她才意识到 自己其实根本就没有病 既然没病 那为什么父母要说自己有病呢 伊莱在地下室里大声的呼叫 希望有人能给她一个合理的解释 听着儿子的惨叫声 伊莱的老妈再也无法淡定 她急忙跑到地下室 说伊莱的确没有对外界过敏的病 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全都是为了伊莱好 但这种含糊的解释过于的苍白 也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因此伊莱根本就听不进去 所以当她刚一接近伊莱 就被伊莱一下给砸梦圈了 伊莱跑到有落地窗的房间 企图砸烂玻璃逃出去 但最终在海莉的注视下 被她老爸给祸捉了 伊莱的老妈从地下室苏醒过来之后 推开上面的盖子 看到了被女医生致死的 三个孩子的尸体 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 女医生就是想弄死自己的儿子 伊莱被她老爸和女护士 强行固定在了手术台上 伊莱的老妈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用匕首威逼女医生放了伊莱 但是却被她老公给包住了 女医生拿出圣经开始送毒 并不断地往伊莱身上泼圣水 说白了吧 这就是一场驱魔的仪式 从科学到神学 有时候真的不能不信邪 在女医生的刺激下 伊莱体内的魔力被唤醒了 女医生举起匕首想要干掉伊莱 但为时已晚 这个恶魔的亲儿子开始反击了 但是伊莱到现在 他就向他解释了一切 原来伊莱的老爸不能生育 他老妈叛子亲切 于是便向上帝祈祷 但是上帝没搭理他 于是他又向恶魔祈祷 平易近人的恶魔 可不像上帝那么高了 当时就答应下来了 并利用超能力 让伊莱的老妈怀了自己的孩子 恶魔向伊莱的老妈承诺 伊莱降生之后会是个正常的孩子 绝不会变成恶魔 但事实证明恶魔显然是骗了他 母子俩正交流的时候 伊莱的老爸从背后 想把恶魔之子给干掉 但马上就被伊莱反杀了 已经完全黑化的伊莱 烧掉了这个教堂 和他老妈一前一后走到了门口 同样是恶魔之子的海莉 正在等着他呢 海莉告诉伊莱 之前死的那三个孩子 是伊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女医生和那两名护士 都是同恶魔斗争多年的修女 伊莱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海莉说早点告诉你你能信吗 而且咱老爸定的有家规啊 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解决 影片的最后 伊莱的老妈开着车 带着伊莱和海莉前去见他们的亲生父亲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经吧 撒旦一声挺坎坷 每天都在背黑锅 人类只要有灾难 都会往那头上割